妹妹是指 违抗侯爷的命令 出卖夫人的事 那件事情 我们也是被逼迫的 对吧 妹妹 那日姐姐 可什么都没说啊 怎么全程我一个人说的了 这个秦姨娘 看上去挺老实的 心里贼精 侯爷你看 这块绣布 是当日我娘一直握在手中的 应该是从凶手身上撕下来的 对了 我在玉哥的身上 还发现一块手帕 上面的刺绣和这个一模一样 这么看来 徐家会不会有欧家的内应啊 夫人 我和姨娘求见 妾身给夫人和侯爷请安 夫人今日回府 妾身不胜欣喜 特备子薄礼 以赫夫人 往夫人收下 你以为用这些 就能抵消你的过错吗 侯爷 妾身知道错了 是妾身没有遵守侯爷的嘱咐 在太夫人面前露了馅 害得夫人 被赶回了农庄 可是妾身也是逼不得已啊 那板子 打在妾身身上 实在太疼了 侯爷 夫人 你们就看在玉哥的面子上 这一次原谅我吧 你先起来吧 你也是不得已 侯爷和我都是明里之人 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 看在夫人份上 我重情发落 法律朝家规一百遍 从今以后好自为之 若是再让我听到 当日之事的半点风言风语 绝不轻饶 是 侯爷放心 妾身一定安守本分 谨言慎行 下去吧 那 妾身先告辞了 我姨娘应该不是欧家的内隐 玉哥是她命庚子 她应该不会把这么危险的证物 放到玉哥身上 此人在暗 我们在明 而且 这次的事情发生 只怕这人也有所察觉 不会再轻易露出马脚 见不得光的暗器 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她能伤我们须家 未必就不会伤到欧家 既然已经知晓她的存在 威也便是姬 住居 你们 借来